希望国家设立独立的国家级的话剧专业奖项 原因是在于 话剧群体很大 话剧观众群体也很大 我们有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话剧团 话剧院团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唯一没有的就是一个话剧奖项 专业的话剧奖项 大家都说没话讲 没话讲其实不是 没话讲是整个行业的 也就是说不光话剧戏曲 是吧 各个门类的戏曲都要在里头 而它是表演奖项 它不是有编剧导演演员 化妆服装 这些奖项的这么一个专业奖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说电影有金鸡百花 对吧 花表 甚至还有北京国际电影界 上海国际电影界各种奖项 那么戏曲有戏曲的奖项 舞蹈有舞蹈的奖项 音乐有音乐的奖项 但是唯独话剧 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 没有奖项 我觉得有点遗憾 而且我觉得 其实奖项不在于说 是你给多少钱的问题 是一个荣誉的问题 是一个 一些无论是付出一生 还是年轻的文艺工作者 他们一些优秀的作品 或者优秀的设计 或者优秀的表演 能够得到肯定的话 这是一种荣誉感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实 是为了什么 为了名誉而设置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奖项 是特别特别的 话剧特别特别急需的一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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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